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对方从自己的世界里赶出去 越是说明心里放不下 内心并没有防空 思想并没有释放 只是怕看见了再次引起内心的纠结与不堪 其实放下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无所谓 看过这样的一句话 真正放下一个人并不是不再想你 而是偶尔一起你 听别人提起你时 内心再无波澜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出现这四个现象 说明你们缘分已尽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那天听到一句话 感触很深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 其实都是突然一下子就放下了 没有高人指点 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或是阳光灿烂 或是阴雨连绵 盯着眼前匆忙的人群 叹口气就放下了 是这样没错 真正的放下 从来不是大动干戈 而是悄无声息 不删除 不拉黑 你深爱一个人 又失去了一个人 全世界都觉得 你会像孩子丢了心爱的玩具般 大哭大闹 不休不止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些难熬的心绪 已经在很多个黑夜里消化 那些炙热的想念 已经在很多次失望里斩断 失望攒够了 也就离开了 成年人就算分手 也不想闹得难看 两个人的事情 何必沸沸扬扬 让全世界旁观 想到我的表妹 我们整个家族里 最受宠爱的小姑娘 打小就泡在蜜罐里长大 爸爸疼 妈妈爱 收获了最多的关注与目光 做什么都肆无忌惮 谈个恋爱 也谈得风风火火 轰轰烈烈的 用了力地去爱 拼了命地付出 到头来 去换那男生的 脚踏两条船 我们这些大人 都以为小姑娘 骄纵惯了 又是孩子心性 火爆脾气 这回铁定受不了 就算没有要死要活 也会搅得天翻地覆 可谁知 小姑娘竟是没哭也没闹 辞了工作 搬离了她家 一个人默默从北京 回到长沙 临走的那天 还坐下来 和她平平和和 吃了顿饭 我觉得心疼 又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一个人遭遇背叛 可以表现的这般理智 问小姑娘 你就一点都不恨吗 得到的回答是 失望到极致 连恨也谈不上了 只是对这个人 再没有了期待而已 是啊 就像那句话说的 爱的反面 从来都不是恨 而是冷漠 既然你亲手 写下了结局 那我们都应该 试着接受 在不同的世界里 各自安好 在漫长的时光里 相互遗忘 也许我还会对你微笑 但没有了期待 只有坦荡 不删除 不拉黑 不代表依然眷恋 只是你在或不在 都撼动不了我的好坏 没了期待 断了念想 不会再为你哭 不会再对你好 不会做什么都想着你 是不是会难过 不会去哪里都想着你 是不是会孤独 关于你的一切 真的不想再听再提 再反反复复地纠结 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总觉得我的离开 是因为冲动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蓄谋已久 经历了太多次的难过 失望和无助 就像堤坝下 逐渐因侵蚀而拓宽的缝隙 但这些你全都看不见的 你看见的 只是它崩溃的那个瞬间 而正是那个瞬间 注定了我们的结局 过去再美 也是过去 回忆再多 也是回忆 没有你的日子 我会过得很好 至少会比现在好 想起豆瓣上的高分电视剧 香港爱情故事 真的吸引了很多人的注目 里面的父母 一起走过快三十年 在孩子们即将成家立业的时候 妻子突然提出要离婚 因为受够了丈夫 受够了三十年来 她的大喊大叫 从来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刻 受够了三十年来 她的目中无人 永远没有检讨自己的时候 她在这个家 一直都是甩手掌柜 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 比任何人都更享受 以至于走到 而今这个局面 无论孩子们怎么涡旋 劝服 哀求 妻子都再也无法说服自己 再继续忍受下去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 哀莫大于心思 因为对这个人 彻底没了期待 于是关于未来的样子 不会再有任何设想 就像那句话说的 无论你改与不改 我都不会再给你机会 无论你后悔还是不后悔 我都不会再参与 你后半程的人生 无论你未来过得好 还是过得不好 我都不会再允许 自己像从前一样 飞蛾扑火 不会再怨恨 不必再提起 谈不上多不甘 因为关于往事 已决定一笔勾销 谈不上多怨恨 因为关于过去 已决定试着看开 那些热烈的日语夜 那些深刻的苦语甜 都真实地发生过 而今却是真实地放下了 就像那句话说的 也许云淡风轻 才是对你的报复 人生的深情与无情 本来就是守恒的 过去有多执迷不悟 放下的时候 就有多清醒决然 还记得流进岁月里的 朱索索吗 被谢洪祖热烈地追求 一步步被他打动 一点点被他收买 直到最后 终于决定和他结婚 周围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朱索索还是义无反顾 轰轰烈烈地爱了 又轰轰烈烈地嫁了 结果呢 为他受尽冷眼 被人反复羞辱 为他生小孩 自己在产房上 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刻 他这个当爸爸的 却不见踪影 为他放弃 原本已经脱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在他破产的时候 卖房为他还债 这般人之意尽 却换来他的欺骗 退缩和辜负 直到经历这种种一切 索索才终于决定离开他 分开的那一刻 没有责怪 也没有诋毁 没有破口大骂 也没有恶语相向 索索只是像个老友般 平静地同他道别 再平静地祝他幸福 而我想 这正是告别一个人 最好的姿态 不再为他流泪 也不再为他心软 就算他拼死挽留 也做得到不为所动 不再对他呵斥 也不再对他抱怨 就算他真心悔改 也做得到头也不回 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们之间就这样算了吧 有些事情 错了就是错了 说再多也没用 没有什么可以粉饰太平 也没有什么 可以让一切再回到原点 是我放弃了你 是我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 那么从今往后 你热闹万分 还是孤身一人 你开怀大笑 还是黯然伤神 你岁月静好 还是坎坷不平 都同我再无关联 我祝你余生幸福 但我不会再参与你的余生 真正的放下一个人 是不思不想不联系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放下一个人 是不思不想不联系 就像流今岁月里 朱所所对谢洪祖 就算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伤害 也不会再有什么怨恨和不甘 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 罗子军对陈俊生 就算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也不会再有太多的情绪起伏 和难以下咽的委屈 就像至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里的郑薇 对林孝正 就算知道他将远走他乡 也不会再打听他的消息 不会再留意他的去向 不会再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正所谓没了爱 也没了恨 看透了一个人 便也看清了一个人 从而终于可以放下一个人 相爱一场 就此别过 往后余生 愿你们各有各自的人生 各有各自的欢喜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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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